6月25号有大陆媒体刊文回顾了 1910年的上海股灾 那次股灾引发了连锁效应 最终导致清朝灭亡 该报导在结尾称这是一场巨大的教训 外界认为当前中国股市 泡沫危险再也无法掩盖 香港政改遭到否决 周四有媒体曝露 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表决当天 曾经透过亲中共的建制派短讯平台 参与讨论 甚至将泛民部署向平台通报 引发政治不中立的批评 虽然曾玉成公开道歉 但已经被泛民要求下台了 香港在传变种A型流感疫情 H3N2病毒卷土重来 过去一周多达24个人死于流感 从5月底到6月18号 短短的三个星期之内 明快广收到了9700多人的控告 迫害华龙峰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 刑事控告状副本以及相关讯息 随后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公共场所 都陆续甚至在北京街头 出现了控告江泽民的相关横幅和标语 引发不少关注 欣赏这个电视 整理报道